正大活力講堂 我讀的科系不適合我 怎么办 5月25日在正大跟场了 有主流传播社主办 邀请到知名乐团熊宝贝 及毕业校友梁若涵 把lighthouse搬进教室 不只用说的 还用唱的 告诉你什么是梦想 主题还蛮 就是有扣到大学生的想法 就是读的科系不适合自己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大学生 刚进大一的时候 都有想过这个问题吧 我回到说我喜欢做的东西 那去尝试让这成为我的专业 我大四的时候开始玩 现在这个乐团就熊宝贝 那是我生活当中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毕业之后 我也不想要放弃这个东西 觉得学生时期是 很多空间时间跟机会的时间 所以就算你不知道 你想要是什么 那你现在有机会可以去找 然后去尝试 年轻就是本钱 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付诸行动 你就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记者刘元伦 黄又廷台北采访报导